在路边找到了一片小树林 也不往前骑了 我已经把帐篷搭的差不多了 有点热呀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露营地 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离着道边特别近 肯定是有噪音的 那还好 没有人打扰就可以 噪音也不算太大 今天的露营地 烧点热水 然后喝点茶吧 一会洗一洗 洗一洗把晚餐吃了 这是今天的露营地 初五 初五可开心了 就喜欢在绿树成荫这地方露营 可开心了这一天到处乱跑 先把晚饭解决了吧 刚刚气的热茶 这两天运动量比较大 然后这个冰啤酒突然之间喝下去真的是胃比较难受 今天的主食草子糕 我还想吃啊 初五想吃啊 今天的主菜到山东了 今天是到山东第一天 趴鸡 中国山东德州传统名吃 这里边的肉都已经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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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到味道了 闻到味道了 来来来 我现在滚点吃 浇头 骨头虽然酥了 但是里边的肉就都没有入味 按着按情 爱吃你的多吃 这高汤煮的这鸡 确实特别香 初五挺爱吃的 初五属于无肉不欢 除了吃肉 除了吃肉 其他的青菜一律不吃 惯坏了 吃的好香啊 不愧为山东名吃啊 但是里边的老汤 特别特别 感觉的味道特别浓厚似的 这个骨头可以 嚼碎了吃 这边还有花椒的味道 是不是 底下全是老汤 没办法啊 没有米饭 如果是有米饭的情况下 估计着这一整只 都不够我自己吃的 喝点热茶 这两天喝了那冰啤酒 胃不大舒服 今天进山东第一天 吃个趴鸡 庆祝一下 都给你吃了吧 爱吃就多吃 早上别的都不吃 灌的真的不行样子 吃的这老汤 老汤确实确实香 我都吃的挺好吃的 行 吃吧